我觉得这也非常的匪夷所思 你星期天 大家都在家 你可能在煮菜 你可能在这个听响等等之类的 然后突然之间莫名其妙的停电 不带停电 浓烟爆炸 我的妈这才太可怕了 但是我们的蔡总统在干嘛 我们的蔡总统脸书在讲 有没有音乐会告诉大家 公投黄金动员 总统府音乐会 蔡英文的官方脸书在干嘛 公投啊 同框罩 台湾对战出来啊 蔡英文的推特在干嘛 哀悼美国人因为龙卷风而丧命 请教一下 不是同一个 包括了万龙变见所 包括了这个中和的 这个特高压的这个电塔 通通都出事 一句话都没有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国家领导人 第一个他心里根本不在乎 第二个他也怕 他对这个事情回应以后 把这件事情 他想要把它掩盖下去 反而把它做大了 他们这个都是经过精密的计划 所以总统就不提这件事 那事实上民进党很多新闻的操作 他很多就是不提 你比如说很多他们这个绿色媒体 他很多时候就是不报道 你这件事我们现在大家这么做 你可能到了这个绿色媒体 他根本就不报道 所以这件事情 蔡英文第一个真心他是不在乎的 第二个呢 他从策略来讲 媒体的操作来讲 这个新闻操作来讲 他就不提 不提就没有报道 所以这件事情 他就希望很快带过去 就当没有事一样 可是呢 这件事确实是很严重 因为这个反应是什么 反应是这个专业 跟政治之间 已经在相冲突 但我们的领导人 好像跟我们活在一个平行时空上 你想想看 因为他不只是停电这么单纯 他还有爆炸 还有浓烟 空中弥漫的塑胶味 你能够想象 住在附近的居民有多恐慌吗 第一时间他可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你就看到你家旁边 突然出现一堆火球等等 我说我们的领导人去管音乐会 去管美国人 因为龙卷风而丧命 我们台湾人的命呢 他这个就是等于在带风向 把你的注意力带到别的地方去 带到然后他最最 我觉得最最对不起台湾人民的 他老是去关切别国人民的死活 就是台湾人民的死活 他不关心 这个变电所 万能变电所 我从小就常经过那边 我真的蛮恐怖 他非常大 他非常大的一个变电所 然后这次爆大 那不是小爆炸 这是有骏状云出现 一个大火球打 这个大火球炸出来 非常非常的夸张 然后台电一直讲说 这不是爆炸 我觉得台电迟早会有吹哨人出来 把他的这个真正的机械上跟科学上原因 会讲出来的 没有这种爆炸法的嘛 我们现在你看这个这个王定宇第一个就就就就就就就先咬一口 对那这个问题就是他的整个能源政策出了问题 然后台电 基本上我觉得台电这个公司跟他员工啊 常常被这个这一些啊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做什么 叫他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你一方面把我的供电来源都把我都把我切掉了 然后你说我要取代一个绿能百分之二十 那是做大梦不可能实现的 你看看你旁边的那个画面 有没有 当时这个烟雾啊等等啊 说实在的我们离他比较远没什么感觉 附近住在附近的居民真的吓坏了 第一时间搞不清又怎么回事啊 开玩笑老共打来吗 真的有人会以为 因为这个这种爆炸跟那个作战的那种炸弹爆炸 几乎是很相近的 对啊你可以想象一个这个变定所 没台没机突然爆炸 然后就轻描淡写告诉我们 说是因为变压气过热 你莫名其妙天气也不是很热啊 这很凉爽啊 对不对气温降低了 你这个变压气温 有没有大家看到没有 那烟烧成这样火烧成这样 看到没有啊 这已经是爆炸之后了 这个离老百姓民居非常的近 对啊 完全附近全部是民居 一个精神上的恐慌 一个实际上说实话 那个空中的这个空气 我想也是有毒的 居民说有非常浓的塑胶味 这个内政部长徐国勇 反正他也是声量很高 三不十就要来讲一下话 这跟他什么事 他说四个不同意 才能够有电有水拼发展 四个不同意 跟有电有水拼发展 有什么关系 我倒是我觉得洪秀朱朱朱姐姐 今天讲这句话还蛮有感觉的 我们本来想用这句话来造句了 他说民进党说爱台湾 就像林秉书爱高家瑜 是不是有点像 我觉得讲对了六成 因为台湾被民进党 比那个高家瑜 被林秉书打得更惨 林秉书高家瑜现在还可以出来 台湾现在已经在医院了 在那个快要进家户病房了 不能出院 所以这个徐国勇 讲这个话全部都是反的 其实台湾现在很多问题 真的一个核四重启 都解决了 我们这个产业界也没有这个缺电的危险 然后我们也不会变电所爆炸 然后不会天天在那边 现在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太阳能发电很荒谬 全世界做的最奇怪一件事 民进党居然要去砍森林 所以他去砍了很多森林 把树砍掉 然后去种这些太阳能面板 这个传到国际上 我觉得全世界的环保团体 会来台湾抗疫 而且他几乎也是改变了很多农村的一些面貌 你看到过去像农村 稻田或是余温等等 现在上面都是这个太阳能板 而且太阳能板有一些 他在回收上面是有些有问题的 将来回收是一个大问题 而且太阳能也好 风电也好 他叫专业叫不稳定供电 你天气有的时候出太阳 有的时候不出太阳 所以你这个供进电就跟看天田一样 那你这个风有的时候不吹风 有的时候吹风 你知道很多国家 这些太阳能也好 风电也好 每年的供电量好 喜福非常的大 因为什么 他是看天吃饭 当然最大事 我觉得我们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说 当然绿能是好事 我们知道 如果台湾真的能够达到 百分之百绿能 百分之八十绿能 我们都赞成 为什么不赞成 它可以作为台湾一个 这个长远的目标 如果你有本事做得到 但就是做不到 所以在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兼顾经济发展 对不对 我们要兼顾我们的环境等等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也就是说这个四个同意 同意重启核四 那所以蔡英文没有告诉大家 他把这个绿能搬出来 好像怎样 好像只有他比较环保 他比较先进 好像这个反对的人 都是不环保不先进 但是他没有告诉大家 这个绿能到现在为止 至少在他的任内 是谎言一见 就是做不到 对他现在不是我们做不到 其实很多国家都做不到 因为这个绿能还在发展阶段 而且有一个大问题 他非常的昂贵 我们将来这个封电 蔡英文买的电是一度是五块六 你知道现在的这个 为什么大家都在用这个煤发电 因为煤只有一块多 那更便宜更捷径的是核能 所以现在欧盟 还有联合国很多团体在讲说 这个核电可能是绿能 因为他可能是人类解决 这个碳排放一个 很好的一个解答 现在各国都在做 像很多这个美国 现在他慢慢都在松绑 放这个核电 这是一个趋势 那蔡英文就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 然后呢 他现在这个整个的将来 百分之二十绿电达不到 然后百分之三十烧煤 百分之五十烧天然气 天然气是第二贵的这种能源 所以台湾人接着说 没有电是一回事 将来的电非大涨价不可 他现在以前 以前这个马英九时代 被这个民进党攻击说 你台电已经赔掉资本额一半了 所以你要煤电双涨 油电双涨 因为你的国营企业相关的 这个法令规定 你如果赔掉你的资本额的一半的话 你就要改善你的财务结构 那只有这个人